11月25号,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,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政党交流、两岸军事互信和两岸文化往来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。 会上朱凤莲表示,2020年是脱贫攻坚站收官之年,广大台胞台商践行两岸一家清理念,积极回馈社会,以直接投资、技术引进、助力就业等形式参与了各地扶贫攻坚工作,为群众增收、名声改善做出积极贡献。 在832个扶贫摘贸的贫困县中呢,位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甘肃省广河县,它是在今年2月份实现脱贫摘贸的,那全国台企联各地的台协和广大的台胞台企呢,积极参与其中。 在这些台商朋友们身上,我们看到了,我们代表人干台湾人,是这个会啊,爱做会参与,做会怕病,我们为他们点赞,也期待更多的台商朋友能够参与进来。 会上有记者问及,台湾未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,朱凤莲也做出了回应。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,只有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道路上来,两岸才能共享发展和繁荣。 当前,岛内各界对于台湾经济未来的发展,尤其是传统产业可能因此遭受的冲击是感到担忧的。 我们在此重申,欢迎台湾同胞、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、创业,参与和融入大陆经济发展,共享大陆发展的战略机遇。 朱凤莲说,2020年以来,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,两岸经贸合作逆势增长,说明两岸经贸合作符合两岸同胞利益要求,给广大台胞带来巨大实惠。 此外,他强调,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没有任何政策障碍,享受和大陆企业完全一样的同等待遇。 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可以目击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,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,更好的融入到大陆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来。 现在是有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选择在大陆上市。 那我们要强调的是,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没有任何的政策的障碍,他们享受和大陆企业完全一样的同等待遇。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,采取有效措施,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,支持台资企业利用大陆的资本市场来做大,做优,做强,更好的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